你知道外表平平无奇甚至有些荒凉的石村 背后的来历究竟有多恐怖吗 祖先竟是变荒七王之一 石村作为十号从小长大的地方 虽然看上去是个不毛之地 但其中却存在着不少真神法器和隐士强者 就比如石村的祖器一张兽皮和一块骨 再加上一尊黑顶 它们都是石村先祖遗留下来的真神法器 在七神下届时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其中这黑顶石号虽然经常接触 小时候用他药木来洗水法骨 但它的真实作用却远不止于此 因为毛球和小红曾用黑顶击杀七神之一后 黑顶就蜕变为白骨顶消失了 直到后续十号将山堡与白骨顶融合 竟得到了原始真结的第二篇超脱片 要知道原始真结可是十号毕生追求的修炼功法 由此可见这黑顶的不凡之处 除此以外 存在于石村的柳神和五色群 曾经更是叱咤风云的仙王级存在 那么石村究竟是何来历 怎会存在如此底蕴呢 原来石村作为石博最古老的祖地 与上界有着莫大的联系 石村的祖先是镇守边荒帝棺七大先王之一的石王 当初一于安安来犯 正是七王将其击退才令三千道州迎来安宁 但后来七王之中陆陆续续有人被黑暗源头污染无法挽救 无奈之下石王将其他几人斩杀 但却被外界误以为石王叛国 因此石族后人都沦为背叛者 并被称为醉血 直到上界开辟巴欲牢笼 一部分石族醉血后代被前往下界后 石村才被他们所建立 对此大家怎么看